这款带有合体变形功能的菠萝战宝 是你的童年回忆吗 赶紧来跟组长一起 瞧一瞧 看一看啊 嗨大家好 我是阿祖 今天我们来玩由伊犁创丸所出品的 国宝特工菠萝战宝 本款产品获得了奥菲的正版授权 包装盒正面呢 是以一张菠萝战宝的机甲正面形象作为峰会 到了包装盒的侧面 介绍了本款产品的实物表现 和部分细节的介绍 特别是本款产品还登场了驾驶员 菠萝吹雪 看它的样子很是还原动画中的形象啊 菠萝战宝大大小小的板件 共计33块 质感表现呢 在国产的机甲拼装模型中 主于是中等水平 锐度表现呢 也是中等 零件表面的水纹是在所难免 提供的白灰色板件上 倒是有三个零件 再有预涂装 在其他的实色零件上 则是成磨砂的质感 黄色也做出了两种颜色 一种是橙色 表面也是成磨砂质感 另一种则是黄色 可以看到这个零件上 它还做出了预涂装的分色 对于菠萝吹雪 此次也是附带了特点板 以透明材质的样式呈现 来还原像电视里面那种果冻的质感 能够看到 它在屁皮着也有刻画 还是挺可爱的 很是圆润 菠萝战宝的透明件部分 刻画起来还是很通透的 看起来比较有质感 另外产品中还提供了一张补色贴纸 一张铝箔贴纸 另一张是水贴 上面也能够看到菠萝吹雪的各种表情 以及下方点缀在菠萝战宝上的部分影印图标 还有单独的一个塑封袋内 封印着菠萝吹雪的宝剑 OK 那么将菠萝战宝的所有内容物拼装完成 我们就能够获得眼前的这一堆配件 除了机甲主体之外 附带了组合用的手臂停件 还有菠萝吹雪的众多替换面雕 以及一个泡沫板材质的地台 这个泡沫板的材质还是挺厚实的 分别一有菠萝密多盏 而它的人物形象 还有后方吹的不是雪 是剑上的雪 还有它一张发财表情的人物形象 可以将菠萝战宝放置在上方进行展示 这样感觉起来好像还挺有场景感的 OK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看菠萝战宝的主体部分 到它的手臂最高处 它的全高约10.5厘米 全身大部分的分色都是由分件来还原 不过在部分位置处 也有采用到贴纸来进行补色 比如说手臂的连接杆位置 胸口的梯形零件处 手臂白色零件上方的黄色区域 跨关节处的黄色部分 和整只脚掌上的白色区域 伊里创完的这款菠萝战宝 它的整体外观形象 是经过了轻微的造型修饰 与经典的剧中形象是有一点出入的 算是以现代的审美 重新诠释菠萝战宝的经典造型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对于它的这一身修改接受度如何 这款菠萝战宝 它还带有独立的骨架 骨架主体采用的是ABS塑料 与PA的尼龙材质组合而成 尼龙材质它具有高韧性耐磨 且不容易变形 虽此的这一款菠萝战宝 你别看它尺寸不大 但是拎在手里的分量还挺重的 有200来克 大约就等于你现在的一款手机的重量 不过在它整体的组合度方面 是偏紧的类型 特别是在于一些重要的关节部分 偶尔还需要你使用到大力金刚指 在关节部分坐紧一点 是考虑到日后的把玩性 和关节的耐久性 那么拼完之后的一体性 还是比较OK的 随便晃一晃动一动 也不会出现零件掉落的情况 在菠萝战宝的头部 还原了驾驶舱的独立造型 可以将它取出 下方时靠一个卡扣固定在身躯内 指出粘贴铝箔贴纸之后 让它看起来会更加的透亮 在眼部内侧 也有银色的贴纸可以进行粘贴 只是能够让眼睛的蓝色 网格状造型呈现得更加清晰 另外产品中也有提供一组蓝色的贴纸 用于贴在零件的表面 如果用这个蓝色贴纸覆盖在如此好看的蓝色零件表面 这里面的细节就看不见了 所以选择粘不粘贴呢 就看玩家自己来做选择了 位于驾驶舱的底部 带有三个分块区域 我们可以进行翻折 展现出内部的小轮子 不过此处的轮子为不可动设计 只是一个造型零件 而且也不具备接地性 所以说它只能是一个装饰性作用了 这个球形的驾驶舱呢 我们可以将它上方的盖板展开 此时就能够看到 在驾驶位上的菠萝吹雪了 除了这一处的舱门打开 它的整个脑门也可以进行展开 此时对于驾驶舱的刻画 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并且独立的菠萝吹雪放置在内部 也能够将它取出 这个菠萝吹雪 在一开始看板件状态的时候就有发现 它的肚子 还要后方圆润的小屁股 都有给咱们呈现出来 看起来是非常可爱 那么在产品中还提供了一个特点 透明版样式的菠萝吹雪 此时呢 咱们就能获得双形态的菠萝吹雪了 一个是塑料实色的 还有一个是透明色的 在它的手型部分呢 也带有轻微的可动 能够进行四项的摆动 连接的是一个球形关节 在背后有一个孔洞 可以连接咱们的大薄件啊 关于面雕呢 此次呈现出的是 八种不同的表情点 需要玩家用水贴来粘贴在 这些肉色零件上 各种搞怪的表情点啊 都有提供出来 替换脸的方式呢 我们需要用指甲抠住下方 用力的往上一抠 它连带着自己的头发 就一同掉落下来了 此时就能够进行替换 那目前的样品来看 它的脸型缝隙是有点大的 厂家宣称 在日后的大货中啊 会修正这个问题 让它的缝隙变小一点 其实透明版的波罗春雪 也是本款产品的一大特点 那这个特点呢 还一并附带了多款 透明色的外甲 玩家可以按照自行的喜好 来进行更换 接着我们来看看 它的可动表现 手臂是通过一个机械臂连接 此处虽说它做了一个凹陷的结构 但是我们也能够发现 这个机械臂 是无法完美的嵌在身躯内侧 那它的可动范围表现 是非常优秀的 首先它可以向后摆动 这是完美还原出变形的结构啊 同时此处又有一个 圆柱形的轴形关节连接 所以它还支持旋转 所以整条手臂呢 也能够进行正常的360度旋转 再配合内部的关节呢 还能够支持平台 整条手臂上方的装甲 它里面有一个单独的机械臂连接 能够让它成一个向上的姿态 整条手臂的弯曲 靠一个单向的轴形关节连接 另外它还支持轻微的左右侧摆 在手臂的后方 有两种造型零件可供选择 一种是完整的圆润造型 另外一种是炮口的样式 在整个手臂前方呢 带有四连装火炮 侧方是它的盾牌 盾牌上方的图案是靠水贴来还原 在下方的刀刃可以直接外翻出来 此处的刀刃位置 采用的是银色预涂装 看起来非常的亮 接下来就是它的整个腿部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腿部关节的构造 首先呢 它是一个单向的轴形关节 带有关节锁咬合在一起 所以支持上下的摆动 那么同样的我们进行旋转 也可以让整只脚带来一个前后的侧向摆动 所以在活动整条腿之前呢 我建议各位可以先将整条腿拔出来 活动到一个你想要的关节角度 再来进行安装 在大腿位置带有平转关节 下方的膝盖部位也有着90度的弯曲角度 在底部也同样是一个轴形关节 上下都是靠圆柱形的鳞电 临接上下两侧 那正常来说呢 我们的活动也就是一个垂直的角度 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上方的关节 让整只脚形成一个侧向接地的表现 这样也是可以的 最后是整只脚了 在整只脚的后方 轮胎部分带有上下的可动 并且整个轮子也是可以独立转动的 转动起来还是蛮丝滑的 在它身躯的底部 还配有一个三毫米的孔洞 可以与我们日常所使用的支架进行结合 这样就能够让POSE摆出来更加有多样性了 看完了波罗战宝的主体部分 接下来就是咱们激动人心的变形合体形态 当然目前只出了第一款 所以咱们只能是单体的变形 这样一来的话 国宝战神的整条左手 波罗战宝的变形形态就完成了 那在完美呈现出组合形态下 需要将这两个零件取下 看到内部的卡槽 应该是后期对主体的侧方进行连接使用的 熟悉国宝战神的玩家们 应该会注意到 原本在它的腿部 在锯中是一个缩小的收纳 大概就像现在这个造型吧 缩成很小的位置卡在这里 但目前这么大的一条腿 要像锯中那样进行缩小 是很有难度的 毕竟咱们的实体化的零件 并不具备着缩小功能 所以在日后的组合过程中 官方是否会推出一个小尺寸的踢宽脚 这就期待一下吧 整个肩甲它可以上提 上提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后 它能够向内进行摆动 大臂的旋转集成在了肘关节的上方 目前的紧实度是非常OK 手臂的弯曲成两段可动 首先这一段可以让整条手臂 完成一个超过90度的可动 随后内收上方的零件 让它的手臂与大臂能够尽可能的贴合 目前的关节手感也是非常的紧实 首先采用的是四指可动手 每个手指都有三段式的关节 并且采用了尼龙材料 使得它把玩手感很是紧致 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 它在手指尖的部位还做出了一段上翘的造型 让它看起来会有超级细的那种即时感 不知道是不是样品的缘故 手掌的上下两块零件始终无法按压到位 会存有一点点的缝隙 希望在大货当中会得到修改 手弯的根部零件为一个单向的轴型关节 上下都可以旋转 然后此处的轴关节还带有内收外摆的功能 相信接下来的几款也会尽快的面试 也是期待国宝战神的尽快落地 OK 那么以上就是这款由伊里创丸 所出品的国宝特工 波罗战宝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感觉它做的如何呢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 留人讨论 制作视频不易 还望能得到你的三连助力 我是爱分享玩具的神田组长 我们下期再见 讲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